亚安地震后不少民间团体紧急前往灾区展开救援行动 他们的救援行动成效如何 我们来听一听微视频主持人赵培的看法 大家好 这次亚安地震发生之后 中国的社会各界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 比如说大陆的知名作家李承鹏 他自己就带领着救灾队冲到了第一线 还有给灾区送奶粉送帐篷送衣物等等民间的志愿者 这说明了中国人的功名意识在觉醒 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中共在这场救灾工作的组织当中是混乱没有秩序的 这种混乱抵消了前线士兵和志愿者们的努力 以交通管理为例 地震发生之后民众自发的冲向灾区 却发现高速在收费 大家都被堵在了收费站 收费站说他们没有接到上头的命令 可以说中共的政府的救灾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是瘫痪的 高速收费被骂之后 中共又一窝蜂的开放了所有的公路 结果路上是车满为患 甚至有一辆战士的汽车为了躲避前面的私家车而翻到了水里 随后中共又封锁了一切道路 不准民进的团体进入灾区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发现的没有 中共根本就没有一个救灾的方案和正常的组织流程 甚至它也没有一个救灾的系统 这个政府就是个棒锤 还不如微博上网友们彼此提醒起作用 另外中共的信誉破产也在物资的收集和分配上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以红十字会为例 他们在网上募捐 结果却收到了十万个骂滚的回复 微博上大面积的人都在质疑中共官员的贪腐和工作问题 即使救灾的组织工作这么不得力 中宣部还要去灾区寻找宣传的材料 4月21号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 除了中共的领导人之外 就是台湾的和尚 灾区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上头版的 按理说空头就在物资应该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网友们却发现 飞机飞两趟至少带了两名可以在微博上发新闻的记者 两位同事是正好乘坐了我们飞往灾区空头物资的直升飞机上 网友就质疑 你完全可以不必带记者带上更多的物资去空头 所以网友说带两头猪针下去都比带记者强 还有灾区的书记为了陪同总理李克强视察 默默的把手表摘了下来 露出了白白的手腕 而亚安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穿着婚纱报道新闻 本来是很感人的 但是这被曝光是作秀 因为新闻都是他同事采访好的 他只是穿婚纱出镜 其实这一切现象背后的最大责任者是中宣部 他们不是去报道救灾和灾区的真实情况 而是去寻找可以宣传的素材 4月初微博上流出了一句话 每次中共领导人连任的时候都有一场灾难 比如说98年的洪水 08年的地震 每次中共的领导人换届的时候都有一场瘟疫 比如说03年的SARS和今年的禽流感 现在看来习近平原理不光是瘟疫的问题了 连地震也出来了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 中共就是个扫把星 水沾上水倒霉 好我们言归正传 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 它不跟现在的民主社会比 因为民主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救灾系统 和政府为民负责的系统 它肯愿意跟几百年上千年前的皇帝比 其实在面对天灾这个问题上 跟皇帝比你也是不行的 古代的民军在天灾发生的时候 他们要反省自己的过错 向上天和百姓承认错误 中共这么一个限于破产的腐败政党 现在就应该顺应天意 自动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的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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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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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